題目是一個FOS A倍的S平方加2S加2 的括號整個平方 所以它變格44 可是加上兩倍的A 再一個A平方 的Ls加4加B 好跟你說這個東西的最小值是等於6 然後我又知道0代入等於11 求AB是多少 好那我們來快點 好你觀察這個式子裡面 可以看到一件事 在這邊的話 整個這個平方裡面這個東西 我想把它框起來 這個其實啊 如果把它包起來的話 把它當作一個黑盒子的話 是不是A的這個黑盒子平方 加2倍的A的這個黑盒子加B 是不是這個就是一個 單純的二次式 如果把它當作黑盒子 可是這個黑盒子的黃色框起來裡面 這個是不是又出現二次 所以這邊呢做了兩層 所以這是一個特殊的二層的部分 兩層的那種特殊的二次 函數的把最大最小值判斷 好那解針這部分的話 我先把這個黑盒子包起來 把它當作A 把這個東西射 就是我們假設的射 好馬射為A的話 整個式子會變成 小A倍的大A 加上兩倍小A的大A 加上B OK那這應該是平方啦 就變成這樣子 好就變成A倍的大A平方 加2A A加上B OK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東西的話 可以再做一次 第一次配方 對我們這個大A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做一次 我們用黃色來寫 好這樣寫下來的話 是不是這個提出來 變成小A的A平方大A 加上兩倍大A加B 所以我這邊要做配方的動作 OK 再來往下 下一步 這邊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2係數除2的話 就變成A加1的跨到平方 好那這邊的配方的部分的話 我要加1-1平方 所以理論上要-1平方 那外面有係數1 就隨便減掉A的一個A 就是A乘1平方 然後B照寫 所以我們配方完 下一個步就變這樣子 好卡到這邊有沒有 還沒有完喔 在這裡 如果今天A是一個任意數字的話 我們A基本上 再-1整個最小值出來了 如果A是正的話 好那題目因為目前的話 因為最小值嘛 所以在這邊可以知道 今天應該是一個上拋啦 所以這邊A應該是正的係數 好可是題目並沒有告訴你 A是一個任意數喔 其實A本身它很特別 A是我們假設出來的 這個s平方加2s加2 等於說這個是 我們當作 括號起來這個黑盒子一樣 好的 A本身也是一個244推出來的 所以它本身不是可以 帶任何數字喔 那因為24的話 它係數平方是一個正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個下限的 所以我們必須討論這個部分 所以一樣我們要對它 做一個配方往下 所以這邊的話 就變成s平方加2s 那我把這個2寫成1加1的話 是不是拉過來 就變成s加1的平方加上1 換句話說這個A啊 不是任意的數字喔 A最小是1 所以這邊可以知道一件事喔 好 A是有範圍的 它最小是1 所以A是大於等於1的 好 這邊本來我們s要 帶-1進去才有最小值 可是因為大於等於1 對這話來看的話 你這邊來比較一下 所以這邊最少最少不能帶1的 我們最即將狀況之下 只能帶多少 帶1進去 好 因為A最少要帶1 所以這邊的話 好 所以這邊A至少帶入1 那這時候f 因為這個是一個配方式 所以它最小值喔 就會產生了 好 那我們就把它帶入的話 整個變成了 1帶1嘛 就變成 A乘上1加1的平方 減掉 A加B 好 那這個最小值是6 所以這個值會是在題目給的 是6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這件事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往下解了 變成 4A 減掉 A加B 等於6 我們把它再往下整理 就變成 3A OK 3A 加B 等於6 那再來還缺一個條件 現在題目有跟你說 f 代入是等於11 所以我們把這條件代入 所以就變成了 把0代入喔 就變0 平方加2乘0 那是不是0加0加2 所以這個值會變成4 好 變成那個 不是啊 變成2 那2平方是4 所以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好 那變成4A 2平方4 4A加上2乘上2A 4A加上B 然後這個值就變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整理下一個式 變成8A加B 會等於11 好 那有這個式子出來 再來還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可以整理一下 所以3A加B 然後8A加B等於11 我們可以解連力 所以我們直接對這兩邊來解連力 好 我們快把這邊找出來 所以A會吃到 好 A等於1B等於3 那這題就是要把AB找出來 所以我們已經有AB 所以這題答案就可以寫了 所以這題要的答案 AB會等於1 3 好 結束 1 1 2 1 2